那随着冬奥村的预开村呢 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22号晚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举行了全要素全流程彩排 绚烂的烟火点亮了鸟巢的夜空 热场表演的演员年龄最大的70多岁 最小的5岁 他们主要来自北京和张家口 半个小时的广场舞表演一气呵成 为开幕式烘托出热烈的气氛 在2月4号我们将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老年人的风采 真的 让世界看一看 中国不仅国家强大 人民生活富强 我们的老年人也是精神抖擞 在我有生之年赶上了北京的冬奥会 我觉得非常开心 真的 整个彩排完全按照开幕式当天仪式的各个环节运行 参加彩排人员约为开幕式当天的二分之一 开幕式时长约100分钟 以简约 安全 精彩为创作原则 展现世界人民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心愿 开幕式当天正好是中国传统24节气 立春 这一重要元素也将有充分体现 我们今天穿上服装是24节气的一个主题性的服装 那么2月4号开幕式那一天也是立春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每一个精彩的绽放 然后把春天的故事向世界去讲述 据悉 本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四场演出创意方案 在去年3月份已基本确定 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合排和彩排阶段 这次参与开幕式的演员90%都是在校学生 为了尽量不影响他们学习 排练都安排在周末进行 我很自豪也可以代表青少年儿童来向世界来宣传我们祖国的这种美丽啊 然后强大啊 然后呢我认为呢参加这个活动 我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提高了很多 然后自律能力也变强 我们没有动用专业的院团和采用其他的一些演员方式 历届奥运会里边群体这么单一的可能从来没有过 我想通过这次的开幕式的这种训练 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终身受益的